这是一个只有3.6平方米的小阳台 那花园的主人是怎样把它布置的既省钱又有情调的呢 嗨,我是阿先生 那今天的园艺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上海的花园 行业的阳台花园去看看 希望他这个小花园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灵感 行业在八楼的家里有两个地方是属于植物的 一个是1.2米乘以3的开放阳台 阳台真的很小,3.6个平方 一个小镜头就能尽瘦眼底 还有一个更小的室内飘窗 宽度有80公分,长度2米,大概1.6平方 为问行业,你为什么没有像大部分人一样 把阳台封闭起来,变成一个室内空间呢 他说,植物只有在屋外才能找得好 从花园搭建最初到现在 这里已经陪伴了行业四个春夏秋冬了 为了同时实现有情调和货费 行业选择做一个以草花为主的阳台花园 另外其他大部分植物呢 都是行业自己从种子或者小苗培养长大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行业阳台的结构 长当的栏杆内外 行业安置了两排壁挂花架 这里是花园光线最好的地方 也是小阳台绝对的C位 在春天的时候 角景、樱草、暴春、枫林 轮番上演着最盛大的宽欢 开爆的品种呢 会被行业依次转移到那层花架上 每天在阳台上搬花盆 甚至成了它一下健身运动 到了夏天 有些植物开始休眠枯萎 天变热了 人呢也变懒了 用行业自己的话说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给自己放一个暑假 室内和条件上简单意围获得玉植 这时就成了它的新头号 海域、曼绿绒 各种蕨类 组成了属于盛夏的迷你小森林 入秋之后天气逐渐凉了下来 又到了忙碌的秋波世界 行业开始播种、卖苗 又为第二年春天的爆花做准备 对于阳台的花园布局 行业呢也总结了一些心得 分享给了我们 那大概是有三条建议 一个是要留足储物和操作空间 需要在这里有半盆、半土 还有分苗 所以有条件的花友呢 可以把操作台给安排上 常用的工具、花肥这些 最好呢可以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第二个为了最大化、种植空间 充分利用寸土寸金啊 强烈花友们可以考虑买烘干金 第三如果占地实在有限 还可以尝试拓展垂直种植空间 爬藤架、隔板、壁挂都可以利用起来 但是要注意在墙面 还需要适当的给它一些留白 加上一些杂货装饰 这样呢才会更有生活的气息 看了行业的这个花园啊 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他还给自己的花园啊取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 叫做现立体花园 不知道行业的花园有没有让你心生向往 激起你的田园梦呢 这就是本期他的园艺故事 我是塔尔先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邻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Quéو-Quéو-Qué-Death